說到小孩的菜圍體驗瓦丹 觀眾鄉的好朋友各小和保全鄉的中午各中小的小孩 在這十四合這天 也做過提到他們幾期瓦丹來 驚鳳社區所創造的作品 來到東南的現場紀念館電視 夜做導覽院 來跟大家分享他們所看到的社區記錄 這四周新出席水界的作品 其實是一隻一隻的狗 在面的食材非常冰粉 讓人感覺學生的創意實在很厲害 這點是在導覽興起紀念館電視一項作品 是來自萬中鄉豪平高校 和高級鄉張鵝各中小學動的創作 兩間學校的老師都非常的用心 運用了在地的特色來搭起 這樣子一個友誼的橋樑 讓兩間學校可以就在地的色彩 家鄉的美感來做文化的一個交流 在這個過程當中 孩子去分享兩個地區特有的色彩跟文化 讓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孩子除了交到朋友 也學習到很多很有用的教學事務 生活環境還是一間鄉媽學院的教室 兩校蘇生走到社區 不然只有走走看一看 各種在地人物就是走回去 我們的老師會先帶孩子到社區去做踏查 他們到在地的廟宇南天宮 到在地的土豆田 到在地的玉米田 去觀察在地的一些特殊的顏色 他們選出了在地五種特別的顏色 比如說南天宮廟宇的紅色 比如說土豆的核色 比如說水稻田的水綠色 這些色彩都賦予他們很多生命上面的一些活力 那他們將這些色彩做重新的組合 會畫出很多美妙的事物來 對我們農作會不會這樣是有效的 不會 它是那個幫忙吃蟲 那個減少蟲害 這次的電燃 學童竟然變成都難玩 他們都觀眾看電 我覺得這次蠻好玩的 很有趣可以介紹給大家看 蠻特別的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想到說 其實出來看到的生活中 都是各種顏色都充滿 很少有說我們把這些顏色整合出 比如說四種或五種 這樣子來代表 代表我們的村民意象 那我自己也是園長當地的人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邊的鄉民都可以過來一起參與 訓練管政府 也是非常勞工看待 好好志願 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和蘇生都可以有不同的交流 我相信透過這個課程的互動 讓我們孩子的情感 讓我們孩子對社區的了解 甚至對世界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 我們希望這樣的活動 能夠不斷的延伸 這項像秋風四菜的電燃 將進行到四月二十九號 民眾可以探討電燃機閃 來到導致興起幾兩罐 享蘇生的用心成功 這段一位 蔡報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